國內每年因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 居高不下 去年達到了三千零八十五人 創造下新高 而今年仍然有上升的跡象 猛烈撞擊 大量煙霧四散 六日清晨 北市萬方交流道 發生嚴重車禍 其中一名駕駛送一不至 仗的漢事不時上演 根據統計 國內因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去年就達三千零八十五人 創下二零一三年 統計以來新高 今年仍有上升跡象 光是今年一二月 比起去年同期 車禍案件與死亡人數就增幅均約百分之十 前交通部長賀陳旦分析 車禍成因多 不過近年的外送員變多 可能是數字上升的原因之一 機車外送員 我們可以想像說 當大家需求這麼高 有那麼多人在跑這個業務 他們在尖峰小時裡面 在街頭裡面 賀陳旦也進一步表示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增加 沒有數據能確切指出原因 但近年外送員人數增加確實是需要關注的議題 也建議將治安用的攝影機 在重點地區使用 加強執法 保護公共安全 臺灣交通安全協會則指出 道路環境惡劣 交通管理混亂 對事故攀升並不意外 包括行車文化 也沒有建立 像是轉彎的方向燈 要打幾下才轉 這些細節 在考駕照時不計分 也沒人會提醒 陳鴻一直言 重點應該放在設計更完善的道路基礎設施 應該從交通建設做通盤改善規劃 並搭配執法及教育 臺灣是道路公約會員國 不論是道路規制或是管理模式 都應該依循國際 才能避免閉門造局的狀況 記者黃曼郭俊麟 泰報道